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超弹之梦 超弹性材料的极限挑战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超弹性材料 听起来是不是像是某种科幻电影里的超级英雄 其实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着不逊色于超级英雄的表现 首先 什么是超弹性材料呢 简单来说 他们是一类能够在很大变形后仍能恢复到原始形状的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根橡皮筋拉得再长 放开后它能迅速回到原来的样子 这就是超弹性材料的基本特性 只不过 超弹性材料的弹性可不是普通的橡皮筋能比的 在科学界 超弹性材料的代表性材料之一是形状记忆合金 这种材料就像是有记忆的金属 能够在特定的温度下恢复到预设的形状 想象一下 如果你把一根形状记忆合金的金属丝弯成一个小猩猩 然后加热到一定温度 它就会想起自己原来的直线形状乖乖地回去 是不是有点像那些总是想回到前人身边的朋友 超弹性材料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医疗器械到航空航天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比如 某些高端运动鞋的鞋底就采用了超弹性材料 能够在运动时提供更好的缓冲和支撑 帮助运动员在赛场上飞得更高 更远 当然 超弹性材料的研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寻找更轻 更强 更耐用的超弹性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制造出一种超弹性材料 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变形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超级防弹衣 甚至是超弹性汽车 碰撞时能像橡皮球一样反弹 车主们再也不用担心刮擦了 不过 超弹性材料的极限挑战不仅仅在于物理性能的提升 还包括如何在实际应用中保持其优越性 比如 如何在高温 高压 腐蚀等极端环境下 依然保持超弹性材料的性能 这就需要科学家们不断地进行实验和创新 最后 超弹性材料的研究不仅是科学的挑战 也是艺术的挑战 想象一下 未来的建筑师们可以利用超弹性材料 设计出可以随风摇摆的建筑 甚至是可以在地震中舞动的房子 真是让人期待不已 所以 超弹性材料不仅仅是科学的奇迹 更是我们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像超弹性材料一样 保持弹性 勇于挑战 永不放弃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光速之旅》 光学材料的瞬间传输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场光速之旅 探索光学材料的瞬间传输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要了解光的性质 还要揭开一些有趣的故事 甚至是一些科学界的小秘密 首先 光速是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约为每秒2199792458米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以光速旅行 几乎可以在一秒钟内绕地球七圈 不过 别急着打包行李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 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无法达到光速 看来 我们只能在理论上畅游光速的海洋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光学材料 光学材料 是那些能够影响光传播的材料 比如透镜 棱镜和光纤 它们的工作原理 就像是光的舞伴 引导光纤在不同的环境中 优雅地舞动 比如 透镜可以将光聚焦 形成清晰的图像 而光纤则像是光的高速公路 让信息以光速传输 说到光纤 大家可能会想到 互联网的快速连接 其实 光纤的发明 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 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 试图将光传输到更远的地方 但总是遭遇信号衰减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 一位名叫查尔斯 考安的科学家 灵光一线 剔出了用玻璃纤维 来传输光 结果 他的想法 就像是给光装上了跑车 让信息传输的速度 飞速提升 当然 光学材料的应用 不仅限于通信 他们在医疗 军事 娱乐等领域 都有广泛的应用 比如 激光手术 就是利用光的高能量 来精确切割组织 简直是光的外科医生 而在娱乐行业 3D电影的魔力 也离不开光学材料的巧妙设计 最后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光并不是总是以直线传播的 其实 在某些特殊的光学材料中 光可以被弯曲 这就像是光在参加一场舞会 随着音乐的节拍 翩翩起舞 这种现象被称为光的折射 它让我们看到了光的另一面 总之 光学材料的瞬间传输 不仅是科学的奇迹 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光的世界有更深的理解 也许下次 你在看电影 或使用手机时 能想起这些在光速之旅中 默默奉献的材料们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变色之谜 变色材料的时尚新潮流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 既神秘又时尚的话题 变色材料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衣服 能根据心情变化颜色 那你就可以在约会时 穿上浪漫红 而在工作时 则换上严肃灰 这可比每天早上 纠结穿什么要简单多了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 变色材料的历史 早在古代 变色材料就已经悄然登场 比如 古埃及人使用的 某些矿物质颜料 在阳光下会发生变化 仿佛在跟太阳打招呼 可见 变色的魅力 早已吸引了人类的目光 进入现代 变色材料的应用 更是层出不穷 我们现在常见的变色材料 主要有热制变色材料 和光制变色材料 热制变色材料 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想象一下 冬天你穿上厚厚的外套 走进温暖的室内 外套瞬间变成了鲜艳的颜色 仿佛在说 我也想享受这个温暖 而光制变色材料 则是通过光线的变化 来改变颜色 像是那些在阳光下 会变色的杯子 喝水的时候 杯子也在和你互动 说到时尚 变色材料的应用 更是让设计师们如鱼得水 比如 某些高端时装品牌 已经开始使用变色材料 制作衣服 模特在T台上走动时 衣服的颜色 随着灯光的变化而变化 简直就像 在进行一场视觉盛宴 想象一下 穿着这样 一件衣服走进派对 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大家都在猜测 这衣服是怎么做到的 是魔法吗 当然 变色材料的应用 不仅限于时尚界 他们在汽车 建筑 甚至医疗领域 都有着广泛的前景 想象一下 未来的汽车 可以根据驾驶者的情绪变化颜色 或者医院的墙壁 可以根据病人的情绪变化 而改变色调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最后 我想说 变色材料 不仅仅是科技的产物 更是人类对美的追求 和对生活的热爱 它们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也让我们在日常中 感受到一丝幽默和乐趣 毕竟 谁不想在某个无聊的会议上 偷偷把自己的衬衫 变成搞笑黄呢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件变色的衣服时 不妨想想它背后的故事和科技 或许它正是你心情的最佳表达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非常高兴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 有趣的科学知识 今天我们探讨了三个精彩的主题 超弹性材料 光学材料 以及变色材料 每一个主题 都充满了神秘和可能性 就像一部部精彩的科幻电影 首先 超弹性材料 让我们看到了材料科学的奇迹 它们的弹性性能 不仅帮助运动员提升竞技表现 也为未来的科技应用 提供了无限可能 接着 光速之旅将我们带入了光的世界 揭示了光学材料 如何在医疗和通信领域 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 变色材料的时尚新潮流 让我们想象 未来生活中颜色的变化 也能表达我们的情感和个性 深入分析这些话题 我们不难发现 科学不仅是冷冰冰的公式和实验室 更是充满了创造力和艺术感的领域 超弹性材料的研究 不仅在于物理性能的提升 也在于如何将这些材料 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而光学材料 则让我们感受到光的魅力 变色材料 则通过色彩的变化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在总结这些内容时 我忍不住想分享一个观点 科学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正如我们日常所用的物品背后 都有一段精彩的科学故事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像这些材料一样 保持弹性 勇于探索 乐于变化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材料的奇妙特性 你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见解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 共同探索科学的乐趣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停地烤 let the lights on screen what's the latest scene just you and me laugh and disagree on the couch we sit talk about the hits news and bits and bits chat through all the fits 6-degree chess got to talk about that like a crazy chat share where we're at from will ever change to the world's big stage everything's fair game under our spotlight's flame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6-degree chess got to talk about that like a crazy chat share where we're at grab a coffee quick get your hot takes thick we're here to mix and pick every topic's hard flick 6-degree chess got to talk about that like a crazy chat govä go-esque go pik go